我家世代从医 从上大一开始 我一有空闲 就被父亲大人抓去医院当免费工 父亲大人是院长 我是苦逼的小跟班 小透明 没人知道我是院长家的千金 但我爷爷的医术更厉害 他从三岁开始学中医 如今担得起一具妙手回春 我师叔 师伯满天下 个个都不比我父亲大人差 对于我 我爷爷发了话 欲不着不成气 所以 我只能苦哈哈的 在医院做着我的小透明跟班 我在医院做免费工的第二年 认识了楚琳 楚琳当时是医院的实习生 可能是因为我漂亮 我可爱 一个女医生看我不顺眼 处处找我查 楚琳帮我解了尾 楚琳对我一见钟情 开始追我 我家人对楚琳并不满意 但是我同意了 我愿意 在我大学毕业后 我跟楚琳领了证 如今我跟楚琳已经结婚两年 小日子过得秘里调游 今天朋友 李月约我去她家 说有急事 我的车子送去保养了 便让楚琳送我过去 楚琳把我送到 如平时每次分别时一样 吻了吻我的额头 宝贝 我爱你 我笑得一脸幸福 随手拿起手机下了车 到了李月门外 还没来得及敲门 手机突然响了 我看到来电显示时愣了愣 来电显示是老婆 我这才发现 我错拿了楚琳的手机 老公 我拿错手机了 马上给你送下去 我挂了电话后 想下楼给楚琳送手机 只是我的目光落在手机屏幕时愣住了 手机右上角显示的不是5G网络 而是WiFi链接状态 我拿着手机远离李月家门口 走到电梯处时 右上角变成了5G 很明显 刚刚手机链接的是李月家的WiFi 楚琳的手机自动链接了李月家的WiFi 我跟李月才认识三个月 楚琳跟李月只见过一次 那一次 还是我跟楚琳在外面吃饭时刚好遇到了李月 就一起吃了个饭 除此之外 我不记得楚琳跟李月有什么交集 楚琳的手机为什么会自动链接李月家的WiFi 我不想怀疑她 刚刚她还吻着我 说爱我 但是 我找不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来解释她的手机 为何能自动链接上李月家的WiFi 我不想我们之间有误会 想下去直接问清楚 但是下了楼 对上她脸上的着急紧张时 我将质问的话硬生生地压了下去 若仅仅只是拿错手机 有什么好紧张的呢 她看到我 脸上的紧张快速引去 如平时一贯温柔地笑着 老婆 耽误你了 你到李月家了吗 她这看似不经意 却明显地带了某种目的的问话 让我心底发寒 我稳住情绪 尽量让自己不露出一样 还没呢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还在电梯里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 就很容易蒙长 我晚上回家后 在网上买了一个监听器 我把监听器 放进了楚林的提包家层的角落了 第一天楚林正常上班 准时下班 无异样 第二天也是如此 第三天的下午 我通过监听器 听到了李月的声音 李月的声音听起来愤怒又不甘 楚林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已婚 爱且只爱我的妻子 楚林的拒绝 直接粗暴 我心中一暖 看来是我误会她了 只是 WiFi是怎么回事呢 楚林的声音再次传来 上次 你故意骗我到你家 说我老婆在你家 想给我一个惊喜 结果呢 我在你家白白等了两个小时 我眼眸眨了眨 所以楚林是在那次连过李月家的WiFi 楚林 我喜欢你 我想 李月显然还不想放弃 继续纠缠 滚 楚林直接打断了李月的话 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纵使隔着监听器 我都能听出楚林的愤怒与厌恶 这几天压在我胸口的石头 终于落了地 我心情瞬间美美的 我发誓我以后一定要相信她 不再怀疑她 但是我没有想到打脸来得太快 第二天晚上七点十五分 我的闺蜜陈琳 给我发来了一个录音文件 随即发过来一条短信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点开播音键 里面传出了李月和楚林的对话 骗过她了吗 李月的声音极不可待 带着兴奋 嗯 她相信了 楚林回得很平淡 但若细听 还是能品出一些得意 呵 李月痴笑一声 很势不屑 又明显有些幸灾乐祸的得意 真天真 真好骗 还是你了解你老婆 一片一个准 楚林呵斥的声音传了过来 行了 这件事至此之之 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若不是你上次用我的手机连了 WIWF 怎么会引起她的怀疑 我一颗心瞬间量了个彻底 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很显然 楚林早就发现了 我放在她包里的监听器 昨天的一切是 他们演戏骗我的 但是 楚林只知道 我买了监听器 放在了她包里 却不知 我还让陈琳买了一个 放在了李月家里 所以楚林现在 是在李月家里 喝 好好 不说了 亲爱的 我想你了 李月的声音立刻变了 嗲得让人腿软 随后便是亲吻声 缠绵的声音 刚刚还愤怒呵斥的楚林 瞬间就跟那个女人滚在了一起 我听着那声音 不知为何 就突然笑了 先是无声地笑 随后慢慢笑出声来 好笑吗 是很好笑 这就是我的爱人 这就是口口声声说爱我的男人 不但出轨 还跟别的女人费尽心机地骗我 我现在只觉得恶心 可能是思想影响了身体反应 我跑进卫生间 吐了个昏天暗地 从卫生间里出来时 我变得很平静 很平静 平静地让我自己都意外 八点多的时候 陈琳突然过来了 陈琳一脸凝重 我却十分平静 说吧 还有什么 这是我后来又录到的 要听吗 陈琳有些担心地看着我 听 我倒要听听那对狗男女 能无耻到什么地步 我直接点开录音 亲爱的 我今天去看了房子 很不错 咱们什么时候去交钱订房 李悦事后撒娇的声音 嗲得让人恶心 钱还差一些 楚琳的声音略带了几分沙哑 你可以跟孟兰耀啊 我们当初商量好的 你追她 利用她的关系帮你转正 帮你在医院步步高升 但是这都四年了 你还是一个小医生 她家那么厉害 却不帮你 口口声声说 要你自己努力 既然她工作上不帮你 总要把她的钱弄到手吧 李悦的话语中 透露了太多的信息 我有些呆住 所以楚琳四年前追我之前 就知道我的身份了 当时父亲刻意帮我隐瞒了身份 我在医院很低调 纵是受欺负也忍着 所以当时 我在医院工作了两年 除了与父亲相识的两个高层 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 楚琳是怎么知道的 现在一件残酷的事实 直接赤裸裸地暴露在我面前 楚琳是因为知道了 我的身份才追的我 而且当时楚琳跟李悦 已经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她甚至跟李悦 一直都没有分手 一直在合谋骗我 真是可笑 真是讽刺 我最近在保险公司推销保险 你给你老婆买几份保险吧 有种意外保险受益人 可以拿到很多钱呢 李悦真是又阴又毒 她显然是想一步一步 慢慢又楚琳深入 保险若是买了 巨大的利益在眼前 李悦在天天幼稚 自私自利的楚琳 经不住诱惑 到时候 前几天 我的一个买了这种意外保险的客户 被大货车撞死了 赔了几百万呢 李悦装四说着别人的事情 却明显是在楚琳的心中埋着阴毒的种子 再说吧 楚琳没有直接拒绝 明显是动摇了的 我把投保建议书发给你 你有时间就看看 李悦倒会见缝插针 一点机会都不放弃 楚琳再次沉默 我冷笑 狗男女这是想要我的命 我与楚琳结婚的时候 爷爷跟父亲同时声明 不会利用任何关系帮我们 我如今还在读研 而楚琳也仅仅还是一个刚刚转正的小医生 可能是因为与我在一起四年 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好处 有些失望了 所以想着退而求其次 想从我身上弄些钱 这就是和我同床共枕的人 设计骗我 如今还想要我的命 好 好的很 他们无情就别怪我无意 我孟兰从来就不是任人欺负的主 关掉录音 陈琳紧张地望着我 蓝 你准备怎么办 我单笑一声 这样的男人 留着还有何用呢 不如 废了吧 第二天 楚琳竟然在吃饭的时候 跟我提起了保险的事情 我一个朋友在卖保险 想让我买几份保险 帮他冲冲业务 反正我们手里也有些闲钱 我就想帮帮他 我想给我们两个人都买几份 你看怎么样 楚琳说这话时 脸上看不出任何异样 我看着他的表演 心里却只感觉发寒 我原本跟陈琳说那话时 其实心里还是想着 不要做到太绝 但是 我没有想到 他是真的想要我的命 这种渣男 是真的该废了 我说的废 那是真废 爷爷一直教我 做人留一线 所以 我只拿回我给予他的 让他回归到原本 我第一次带楚琳见爷爷时 爷爷只看到了他一眼 巧声对我说 他体质不行 我当时不明白爷爷是什么意思 但我知道楚琳身体有些弱 保险起见 我特意让楚琳去做了各种体检 各项指标都正常 但心脏有点弱 不能干重活 比一般人猝死的几率高 也就是爷爷那隐晦的表达 楚琳他活不久 为了不让他觉得我嫌弃他 我是瞒着家里偷偷拿了户口本 去跟楚琳领的证 父亲很生气 若非母亲拦着 父亲可能真会将我赶出家门 爷爷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语重心长 你长大了 自己做的事情 自己决定 不过既然你嫁给了他 那他的身体我以后负责给他治好 我记得当时楚琳对我和我的家人感激涕零 没想到现在看来都是一场笑话 新婚之夜 大概是接待宾客太累 他也没经历和我同房 只是抱着我 给我解释他身体这种情况的原因 原来他生下来身体就不好 再加上很小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 由于他家生活在一个交通不便的小山村 加上家里太穷 没有条件去大医院看 只是在小诊所随便拿了点药就回家 在家养了三个月才能下床 但经此一遭 他的身体就彻底垮了 跑了不少的医院 看了许多的医生 但都没有效果 他学医也是因为想治好自己的病 但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相差太多 他学了医后发现 他的病是真的医不好 而且因为这个病 他的医生职业恐怕也干不长久 因为哪家医院愿意找一个病秧子医生 又哪个病人愿意让病秧子给自己看病 我心疼他 也知道我的家人是为我以后的生活担忧 而且领证虽然是在楚林的激将之下 头脑一热的结果 但症都已经领 总不能直接去离婚 新婚第一天 我带着楚林去找爷爷 爷爷一点都不意外 爷爷给楚林把了脉 极为平淡地说了一句 可以治 当时楚林激动得差点跪了下来 爷爷安抚他 让他控制情绪 别太激动 小心身体 然后才再次强调说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并且在吃药期间 最好要禁语 你要保存精气 先调理好身体 才能有望和正常人一样健康 好的 爷爷 我记住了 当时楚林保证得好好的 通过一年多的调理 楚林的身体确实有了起色 整个人看上去有精神了许多 活脱脱一个精神小伙 他以前身体不好 也没别的欲望 现在身体好了 经常半夜兴奋地 向我提出一些羞羞的要求 我拒绝 我身为医生 紧急医主 爷爷说过了 在你吃药期间 身体美好之前 其他的都不能做 为了不刺激他 我和他分房而睡 慢慢的他 不再在我面前提这方面的要求了 我以为我的话他听进去了 谁能想到他竟然 更可笑的是 他的药还没断 身体还没完全好 他就急着出去偷心 不 不能说是偷心 应该说是叙旧 毕竟他跟 李悦在我之前就是男女朋友 两人也一直都没有断 我不是圣母 相反的我这人是有仇必报的性子 想要将楚琳的身子调理好很难 只有爷爷能办到 但是将楚琳废了 让他回到原本的样子 让他身体差到对出轨都没经历 倒是不难 我换了楚琳的药 楚琳虽学医 但是医术其实真不怎么样 他对中医并不太懂 很多中药他都不认识 所以我换了他的药 他毫无察觉 两个星期后 母亲喊我和楚琳回家吃饭 楚琳的事情我并没有告诉家里的人 在此之前 我也不想让楚琳发觉 所以我还是依旧带着楚琳回去的 吃过晚饭后 爷爷把我喊进了书房 爷爷直接开门见山 你动了楚琳的药 我微愣了一下 知道骗不过爷爷 点了点头 嗯 楚琳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爷爷一语道出真相 我不知道该说 爷爷是洞察秋毫 还是对我太了解 既然爷爷已经猜到 我也就不再隐瞒 把所有的事情都跟爷爷说了 包括楚琳让我买意外保险 想要我的命的事情 爷爷思索了片刻 脸色略带深沉 爷爷是医生 医者 医人不能害人 爷爷的话语略略停顿了片刻 在开口时声音中多了几分犀利 但我孟云天的孙女 不是任人欺负的 他欺我孙女 还想要我孙女的命 他不仁不义 难不成还要让我们以得抱怨 不过 做人留一线 趁他现在身体还算健康 我给他们楚家留一个后 我有些意外 爷爷以前跟我说过楚琳的情况 楚琳的身体若非遇到爷爷 他这一辈子都活不长 大概率也没有姑娘愿意跟他 自然也难有后 爷爷给楚琳用了很多他珍藏的药 用了一年的时间 才让楚琳的身体有所好转 恢复了年轻人的精气神 但是爷爷说过 若要完全健康生孩子 可能至少还要调理个三年 让他立刻让女人怀孕 也并不难 爷爷倒是直接给了我答案 我瞬间明白了爷爷的意思 以前爷爷用各种名贵的药 给楚琳调理 那是为了给楚琳 把身体调理到最好 但是现在这一点上并不需要了 只是在楚琳费之前留个后 对爷爷而言 自然并不难 不过很显然 爷爷想得更多更远 再说了 他费尽心机的设计跟你结婚 若不让他在外面有个后 他能同意跟你离婚 你跟他同过房吗 在我要离开书房时 爷爷又问了一句 没 我有些难以启齿 不是因为爷爷的问题 而是因为楚琳的背叛 哎 爷爷轻叹了一口气 但是不知为何 我觉得爷爷那声叹气 莫名有些轻快 我们走的时候 楚琳提着爷爷爷重新开的新药 不知道爷爷是怎么跟楚琳说的 楚琳的心情很好 很兴奋 一个月后 李月怀孕了 其实我从监听器里 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 但是李月却特意跟我炫耀 对 就是那种暗戳见兮兮的炫耀 我望着李月那一脸得意的炫耀笑了笑 我也从监听器里 听到楚琳跟李月规划着孩子的未来 楚琳几乎每天都去李月那边 甚至楚琳的母亲都搬过来照顾李月 他们过起了真正的一家人的生活 又过了一个星期后 楚琳的身体垮了 又是那副病奄奄的模样 他回来找我 很着急 是真正的着急 蓝 我最近不管干什么都觉得累 提筒水都想喘一下 我的病好像 好像反而变严重的 怎么可能 爷爷医术是绝对没问题的 我们也一直遵循爷爷遗嘱 都一直没有同房 怎么可能变严重 我这话就是明知故问 故意讽刺他的 楚琳的脸色瞬间变了 楚琳去找了爷爷 爷爷说了和我同样的话 当然爷爷还给楚琳下了一道判决书 再无医治的可能 只能尽量保命 楚琳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我心中冷笑 自作孽不可活 这能怪得了别人吗 我跟爷爷只是拿回了 我们给予楚琳的 爷爷还给他留了一个后 至于楚琳的工作 虽然爷爷和父亲说过不会帮忙 但是医院方面因着父亲的关系 其实还是给了楚琳不少的帮助 若是以楚琳自己的能力 是根本不可能留在全世最好的医院的 而且楚琳待遇也明显很不错 只不过楚琳贪心不足舌吞向 楚琳家境不好 我跟他结婚时我们收的份子钱 还有我母亲给的钱 我都给了楚琳 想帮一下他们家 后来他父母说要搬来跟我们一起住 我就是想过二人世界 才从我们家的大别墅搬出来的 我不想跟老人住一起 所以把我爷爷名下的一套房子 借给他父母住 楚琳的母亲有好几次跟我提过 想让我把那套子过户到楚琳的名下 说那样他们才能住得安心 我直接拒绝了 因为那是爷爷的东西 其实我是给爷爷交了房租的 现在看来 他们其实一直都在算计我 以前的我不想再去计较 我现在只想离婚 我以为李月已经怀了孕 他们都已经过起了真正的一家人的生活 楚琳肯定会很快提出离婚 但是我还是低估了楚琳 以及他们那一家子的无耻 现在李月怀孕了 你要替他肚子里的孩子着想 他们梦家人不仁 工作上一点都不肯帮你 那你现在就多从他身上挖点钱 这声音是我婆婆的 你让他把我们住的那套房子过户到你的名下 还有你们现在住的那套也要过户到你的名下 我打听过了 这两套房子要上千万呢 我婆婆的声音中满满的都是贪婪与算计 还要再骗点钱 你就跟他说 我生病了 需要钱 让他给你转个几十万上百万的钱 房子的事情 我以前就跟他提过 他当时就一口回绝了 他爷爷跟他爸爸那边也不会同意 怕是不好操作 楚琳的声音很低落 很烦躁 但是纵使这个时候 他还是不忘算计我 跟他要点钱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开口 他肯定会给 但是他手里的钱并不多 楚琳的声音明显的更加烦躁了 那怎么办 那你就白白浪费了四年的青春在他身上 结果什么都没得到 我婆婆的话真的是挺让人大开眼界的 我前段时间给他买了几分意外险 若是赔偿 可以拿到一两千万 楚琳的话说得略为晚 但是那意思就是够明显了 若赔偿 什么时候会赔偿 那肯定是我出了意外 这一刻 我又惊又恐 上次楚琳跟我提保险的事情 我根本没有同意 楚琳是怎么给我买的保险 真的 亲爱的 你什么时候买的 他竟然同意 李悦的声音中满满的都是惊喜 我跟他提的时候他没同意 我是背着他买的 找了人暗箱操作的 楚琳的话 真的是刷新了我对他的认知 这四年我也算认清了 他们家事真的不肯帮我 钱不给我 关系也不给我用 我当然要提前为自己谋算 原本我是没想这么急用上 但是现在我这种情况 孟家肯定会让我跟孟兰离婚 我必须在离婚前拿到赔偿 我儿没有做错 是他们家都不是东西 骗了我儿四年 楚琳的母亲 听起来是气愤的不行 那你有什么打算 李悦是在问楚琳 她的声音中明显地压着兴奋 制造一出交通意外 楚琳说出了她应该早就打算好的决定 我越听越心寒 楚琳显然这是早就算计好了想要我的命 楚琳没有细说怎么制造交通意外 所以我不知道她到底要怎么做 我回了我家别墅 我到家的时候 爷爷在书房见客 我便在外面等着 我越想越害怕 若是我没有在李悦家装监听器 没有听到他们的对话 是不是不知道哪一天就出意外死亡了 死亡面前 没有人不害怕 我感觉到我的身子都有些发抖 哭什么 一道略低沉 却雌性十足的声音 在我身侧响起 我转身 望向身侧的男人 有着片刻的恍惚 我好像很久没有见过习莫了 习莫 我爷爷的关门弟子 习莫第一次来我家是八岁 那时候我才三岁 当时他把从来不哭的我惹哭了 是怎么都哄不好的那种 扬言不再收徒弟的爷爷 当机立断地收了他做关门弟子 然后习莫就住进了我家 后来习莫经常惹我哭 爷爷每次都笑呵呵地看着 习莫虽然喜欢惹我哭 但是他帮我解决了除他以外的所有麻烦 习莫在我家住了六年 那六年我就像是楚林的小尾巴 习莫走的时候 我哭得惊天动地的 非要跟着他一起走 气得爸差点把我扔出去 后来习莫也经常回来看爷爷 每次都给我带礼物 习莫六年前出国 我与他见面就少了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两年前 那是我跟楚林领证的第三天 他从国外回来 当时他盯着我看了很久 却什么都没有说 连一句祝福都没有 又转身走了 小师叔 我回过神 喊了一声 他的眸子微微地咪了咪 似有些气恼 又似乎有些无奈 最后全都化成了一声轻叹 怎么了 楚林要杀我 可能是小时候 向他告状的习惯太过深入 我这话说得极自然 邪莫微眯的眸子中 寒光灵灵 明显地引过了杀意 可能是怕吓着我 他又快速地掩饰了下去 只是轻轻地笑了笑 老规矩 我听到他这话忍不住笑了 这话 他以前常说 老规矩就是 他帮我解决除他以外的所有的麻烦 但是他每次都会提一个条件 而且他的条件都是事后在提 但是他的条件从不过分 都是我可以很轻松地做到的 跟他离婚 其他的事你不用管 邪莫望着我 此刻他纵视脸色略带冷沉 仍有着一种他独有的安全感 我给楚林打了电话 直接提了离婚的事情 楚林很激动 孟兰 我那么爱你 你现在就因为我身体的问题 要跟我离婚吗 我听到他的话 真的很想笑 爱我 他算计我 欺骗我 甚至还想要我性命 这叫爱我 我没有跟他争 我现在甚至不想跟他说话 明天民政局 办理离婚手续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离婚 通过电话 我都听出了楚林的愤怒与狠力 那就诉讼离婚 我再为跟他说半个废字 直接挂了电话 楚林给了打了好几个电话 我都没有接 楚林给我发了短信 说要见我 说要跟我好好谈谈 楚林想杀了我拿到赔偿金 我既然知道楚林要杀我 我自然不会见他 我也不想见他 我现在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 我在别墅住了下来 平时基本不出门 我不知道习莫有什么计划 习莫什么都没有跟我说 但是我相信习莫 一个星期后 我在网上刷到了一场车祸直播现场的视频 视频应该是路人拍的 场面有些混乱 镜头还有些晃 我看到视频中 那辆被大货车撞得面目全非的小轿车时 直接惊住 虽然那辆小轿车已经被撞得完全变了形 但是我通过车子的颜色以及勉强保留住的后车牌 认出了那辆小轿车的 这是楚林干的 这是我此刻脑中的第一想法 我那天听到了楚林要杀我骗保险 但是没有听到楚林的具体计划 后来我又通过监听器听了几次 都没有听到楚林再提起 我没有想到楚林这么狠 看到小轿车被撞得稀巴烂的样子 便知道楚林是没有给我留一丝一毫生还的余地 若是此刻我在车上 怕是已经被撞得稀巴烂了 我的心已惊 我不在车上 那么是谁在车上 是谁 楚林想要制造交通意外杀我的事情 我只告诉过席墨 我的身子突然一软 双腿一曲 直接跪在了地上 车上的人是谁 是谁 会不会是席墨 若车上的人是席墨 那么我不敢想 我真不敢想 我紧紧地握着手中的手机 一双眸子直直地盯着是手机屏幕 看着车祸视频 但是车子撞得太厉害 根本看不到车子里面的人的情况 而这个车祸视频只是录了一部分 交紧过来以后 视频便中断了 我没有看到席墨 但是我的心却越来越慌 越来越怕 我找出席墨的手机号 开始拨打 但是没人接 我一直打 那边却一直没有接 那一瞬间 我感觉我的心似乎停止了跳动 而我似乎失去了所有的感知 我听不到声音 我说不出话 我感觉不到疼 我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呼吸 兰兰 你这是怎么了 爷爷和爸妈回来 看到跪在地上一动不动 似乎将成了雕塑的我都惊住了 我似乎终于找回了自己的感知 我慢慢地抬起头 望向半蹲在我面前的爷爷 突然大哭出声 我从小就不爱哭 除了每次席墨惹哭我 我记忆中 我自己就从来没有哭过 但是现在 我哭得惊天动地 哭得肝肠寸断 哎呦 我们家宝贝闺女第一次不是因为席墨那小子哭 真是稀奇了 父亲大人望着哭得肝肠寸断的 我笑得特别开心 没看闺女哭得正伤心吗 你能不能稍微把你脸的笑收一起 还是母亲心疼我 关心我 兰兰 是出什么事了吗 出什么事了 哭成这样 爷爷的脸色略显凝重 爷爷是知道 楚林想害我的事情的 爷爷 小师叔 出 是了 我止住了哭声 却止不住乌业 一句话说得断断续续的 父亲大友人有些傻眼 什么意思 这还是因为席墨那小子 你父亲我养了你二十几年 怎么不见你为我哭一次 席墨那小子能出什么事 让你哭成什么这样 父亲大人显然是不知道我说的事情的严重性 楚林 楚林要杀我 我告诉了小师叔 小师叔说帮我摆平 刚刚我看了一个车祸视频 车祸中一辆小轿车被撞得稀巴烂 那是我的车 什么意思 楚林杀你 怎么回事 父亲大人惊得双眸圆争 一脸的难以置信 你的意思是 席墨知道楚林要杀你 父亲终于抓到了我话中的重点 所以席墨开了你的车 现在出了车祸 席墨在车上 书理清楚后 父亲的脸色瞬间变了 不能吧 席墨比狐狸还狡猾 能做这种傻眼 不能 不能够 那你说车上的是谁 而且我打小师叔的电话 一直打不通 我抬起头望向父亲 我不知道我此刻眼中是什么情绪 我只知道我声音嘶哑的都快发不出声了 父亲瞬间沉默 车上的人是谁 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席墨 以席墨的为人也不可能找别人去冒险 所以车上的人是席墨的可能性最大 父亲的沉默让我瞬间崩溃 我再次哭起来 我好怕 真的好怕 我现在甚至连去现场看一下的勇气都没有 我哭得太伤心 所以没有注意到爷爷望向我时那略带复杂的眼神 小兰 怎么了 就在我哭得肝肠寸断 要惊天地气鬼神的时候 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传起了我的耳中 我下意识地快速地抬眸望了过去 然后便对上一张熟悉的脸 是那种帅的人神共愤的脸 我一时间没有回过神来 呆呆地望着 就那么呆呆地望着他 这是怎么了 都哭成小花猫了 习默走过来 蹲在我面前 帮我擦着脸上的泪水 你没出事 我呆呆地望着他 呆呆地发问 我怎么会出事 习默听到我的话便明白了 我为何哭成这样了 他的唇角明显地扬了扬 他望着我 又极认真 极郑重地补了一句 我怎么敢让自己出事 我明明看到出了车祸 我的车被撞烂 车上的人是谁 我到现在还是有些呆 所以没太深思他此刻的话 车上没有人 我前几天给你的车子 装了一个无人驾驶的系统 车上的是个假人 我今天特意安排的一出戏 就是为了引蛇出洞 让楚林动手 习默为我详细地解释了事情的原委 可是 可是我刚刚打你的电话 一直打不通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是不知道为何 还是想哭 为了保险起见 我让助理开车 一直悄悄跟在你的车后面 出车祸时 我 情绪有些不稳 下车的时候 手机忘记拿了 习默的话语停住 一双眸子望着我 眼底有一种 我看不太懂的光 你一直打我电话 嗯 但是一直打不通 我点了点头 眼泪又跟着掉了几颗 以后不会了 习默的声音很轻柔 却偏偏让人感觉到一种特别郑重的承诺 习默做事向来滴水不漏 车祸事件的处理很顺利 楚林雇人行凶 商业诈骗 两罪并罚 再加上习默的操作 楚林直接被判了个无期徒刑 我跟楚林离婚手续也办得特别顺利 李月给我打电话约我见一面 我拒绝了 我最后的人词就是刘一线 不会赶尽杀绝 后来我还是从陈林口里 听到了一些关于李月和楚林的事情 李月赌博 败光了楚林的所有积蓄 还借了许多高利贷 最后躲债的时候 肚子里的孩子也没保住 而在监狱里的楚林 因为不能继续调理身体 身体越来越弱 就算监狱里的医疗配套好 他估计真的也活不长了吧 我不想再关注他们的事情 因为他们的事情已经与我无关 我坐在二楼的客厅里 再一次忍不住望向紧闭书房的门 这都两个小时了 习默跟爷爷在书房谈什么 需要谈这么久 当我低恩赐地望过去时 书房的门终于打开了 习默从书房里走了出来 习默望向我 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时 小兰 我被师父逐出师门了 我惊呆了 习默可是爷爷最出色的徒弟 习默的中医 深得爷爷真传 又出国学了好几年的西医 医术上习默称得上一句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习默今天二十八岁 却已经管理着好几家医院 虽说是他自家的医院 但是习默接管后 真的是经营得特别好 这样优秀 这么出色的徒弟 爷爷竟然把人逐出师门 爷爷是疯了吗 为什么 我真的很想 爷爷是因为什么发疯了 因为我想换一个身份 我不想再做师父的徒弟 不想再做你的小师叔 习默望着我 唇角带着笑 眼中带着光 我想做梦兰的丈夫 我更惊呆了 难以置信地望着她 开 开什么玩笑 你从小就欺负我 就喜欢惹我哭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从来没有想过 她喜欢我这种可能 我也不敢去喜欢 其实我青春萌动的时候 是喜欢她的 但是一想到 她每次都惹我哭 便只能硬生生地生生地 将自己对她的喜欢掐断 我来拜师时 师 爷爷说 我若是能把你惹哭了 她就收下我 后来 爷爷给我布置的最多的功课 就是把你惹哭 习莫两句话 解释了 他为何会惹我哭 为什么 爷爷是有什么毛 我话说了一半 看到从书房里走出来的爷爷 硬生生地生生地改了口 爷爷是对我有什么不满吗 爷爷直接瞪了我一眼 你从小就不哭 是因为你有这种情感上的障碍 情感障碍 必须情感治疗 我惊得嘴巴都下意识地张大了 我从来不知道我竟然有这种病 感情别人的男主是让女主笑 我到这儿就换成哭了 我感觉有些萌 也感觉有些委屈 不带这么坑人的 习莫愣了一下 然后轻笑出声 习惯了就好 我直接瞪了他一眼 习莫收了笑 很认真地补了一句 我想这一辈子 你只会因我一个人哭 我有些呆 这估计是天下最特别的情话了 一 这就是骗婚 我和少伟结结实实地吵了一架 和少伟结婚两年 要不是我和婆婆吵架 他说漏了嘴 我怎么也没想到 少伟离过两次婚 在外面还有两个孩子 我感觉自己被欺骗了 哭得歇斯底里 可少伟非但没有道歉 还理直气壮地对我说 周嘉妮 你做什么呢 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离过婚 你现在这样闹 是想让别人看我笑话吗 我揪着他的衣领 恨不得把他撕碎 我和他同床共枕了两年 他就足足骗了我两年 如果不是婆婆说漏了嘴 他怕是要骗我一辈子吧 是 我知道你离过婚 可你没有说你离过两次婚 还有两个孩子 婆婆见我揪着少伟的衣领 冲上前来一把推开我 把少伟护在身后 周嘉妮 你别没完没了的 大不了你俩就去离婚 我儿子那么优秀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 少伟站在婆婆身后 像急了一个没断奶的孩子 婆婆提出让我们离婚 她不作声 这种态度等同于默认 行 离就离 我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 搬回了娘家 少伟也没拦我 对于少伟和这个恶婆婆 我真的已经忍无可忍了 毅然决然地准备离婚 可命运弄人 我怀孕了 结婚两年没怀上 偏偏准备离婚的时候 怀上了 医生告诉我 我三十多岁的年龄 怀孕毕竟不容易 孩子能留就留下吧 如果现在做人留 将来保不齐就要不上了 我脑子轰然炸了 说实话 和少伟闹成这样 这个孩子 我是不想要的 但是听医生这么说 我又犹豫了 我给自己制定了两个方案 要么就狠狠心把孩子打了 要么就生下来 自己带 我怀孕的消息 是我爸妈告诉给少伟的 我爸妈认为 我和少伟之间 还有挽回的可能 床头吵架床尾和 给他一个机会吧 我把他叫过来 好好谈谈 我爸语重心长地劝我 我妈也在一旁附和 少伟来了 跪在我面前求我原谅 嘴里说着呵斥自己的话 我爸在一旁 对他进行思想教育 他也只是顺从地听着 加妮 你跟我回去吧 我离不开你 看我不说话 少伟干脆抱紧我的腿 你松开 我极力想挣脱少伟 他却越发抱得紧了 加妮 是我妈错了 你跟我回去吧 以后 我妈再也不劳到你了 我已经和他好好谈过了 你不在 咱们这个家都不像个家了 少伟说着说着 眼泪就流了下来 最后 我还是和他回了家 我告诉自己 我是看在孩子的分上 最后原谅他一次 可是这件事就像一根刺 扎在我的心里 每每想到我的心 就会隐隐作痛 我的闺蜜知道这件事后 也劝我离婚 说着根本就是 他们一家子故意的 就是骗婚 我和少伟是相亲认识的 我长得不算漂亮 和异性相处也放不开 28岁之前 我的生活里只有工作和学习 我的父母着急啊 28岁没个对象 在我们这个小县城 是要被人指指点点的 我爸妈托我一个远房表亲 给我介绍对象 少伟就是我那个远房表亲介绍的 我记得 当时我还没见过少伟 我那个远房表亲 把他夸得天花乱坠 说他长得不错 有车有房 名校毕业 公务员 还很孝顺 在父母的催促下 我答应了见少伟 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少伟订的 就在我单位附近的咖啡厅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干净 他穿着白色的衬衫 黑色的休闲裤 笑起来很阳光 说不上帅气 但是也不惹人讨厌 你阿姨说你工作忙 我就选了这里 少伟笑起来 露出洁白的牙 第一次见面 他给我准备了小礼物 是一套香薰蜡烛 薰衣草味道的 他说听我阿姨说 我平时工作压力大 晚上经常失眠 薰衣草有助于睡眠 他说香薰蜡烛是他亲手做的 那时候我还有些感动 认为他很有心思 现在想想 所谓手工香薰蜡烛 应该是他在某宝上花几块钱逃来的 我们互相加了微信 我没有表态 少伟就开始主动追我 二 温柔陷阱 少伟每天给我发微信 问候我早午晚安 那时候我的工作状态很是紧绷 加班是常态 经常是公司同事都走光了 我还在电脑前奋战 少伟知道我加班 就开着语音陪我 有时候我们什么都不说 他就听着我 噼里啪啦的敲键盘 我问他为什么不说话 他说 说话怕影响到你工作 挂断怕你一个人害怕 你不是说过你怕黑吗 我难得休息的时候 少伟就会主动约我出去吃饭 他自嘲自己是个吃货 就连藏在县城鸡脚嘎啦里的美食 他都了如指掌 他说美食能治愈心情 缓解压力 每次约会 他总是能变着法子地 给我准备惊喜 少伟每天都要给我发很多条微信 生活里发生的大事小事 都要和我说 我问他 你怎么那么闲 你都不用工作的吗 他回我 要啊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什么事情 都想和你分享啊 我控制不住我的心 因为我的心里都是你 就是这么一句俗套的情话 我却感动得要死 和少伟恋爱的半年时间里 我都像是泡在蜜罐子里 整个人甜到发酷 我感觉自己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 单身了二十多年 少伟就是我的真命天子 是我的真爱 我甚至感谢老天爷对我的眷顾 赐给我一个这么优秀的男人 少伟和我坦白 自己离过婚是在我们感情最好的时候 他说他不想瞒着我 他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当时他的工作很忙 没有时间陪伴前妻 他的前妻就出了鬼 不仅如此 他的前妻对他母亲还不孝顺 经常辱骂他的母亲 他实在受不了了才离婚的 他恳求我原谅他 嘉妮 我不是有意欺骗你 我真的是太爱你了 少伟适时地向我求了婚 婚戒上的钻石很大 他举着戒指跪在我面前 嘉妮嫁给我吧 你是我生命中最爱的人 我想下半生和你牵手共度 我想让你成为我的妻子 让我一辈子照顾你 如果你不答应我 我这辈子都不结婚了 那时候我虽脑 但想着至少他还是向我坦白了的 况且根据他的描述 他在那段婚姻关系里也算是受害者 我心里甚至对他有了几分心疼 我答应了少伟的求婚 带着少伟回了家 少伟处事很得体 给我爸妈都准备了礼物 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 但却实用又贴心 我无意间跟他提过我妈有风湿病 一到阴雨天就浑身疼痛 少伟便给我妈买了个按摩器 给我爸准备的则是一套鱼具 我爸爱钓鱼 这份礼物正合他心意 我妈去厨房做菜 少伟主动系上围裙 给我妈打下手 一开始我还很担心 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妈说 少伟是个二婚的 这事还是少伟主动告诉二老的 饭桌上 我爸非拉着他喝一杯不可 借着酒劲 少伟吐了真言 伯父伯母 我得向你们坦白 我是离过婚的 这一点上 我确实配不上嘉妮 我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知道幸福得来不易 所以我以后只会加倍地对嘉妮好 请你们答应让嘉妮嫁给我 我一定会给她幸福的 少伟说得情真意切 眼里甚至还情着点点泪花 原以为我爸妈会斟酌考虑一下 或者直接反对 没想到我爸妈居然同意了 我爸妈认为 婚姻里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坦诚 至少少伟没有瞒着兜着 这一点足够取得他们的信任与支持 而且我爸妈是希望我能在三十岁之前嫁出去的 毕竟家里同辈的孩子中 当时就只有我还没有归宿了 于是乎 在父母的催促下 少伟带着他妈上门提了亲 三才里打了借条 婆婆来之前 少伟就给我打了针玉防针 嘉妮 我妈是农村妇女 一直在乡下住着 没什么文化 我爸走得早 我妈一个人拉扯我长大不容易 她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得体的 还希望你和伯父伯母能多淡淡一些 少伟家的情况 我听我那个远房表亲说过 她说 少伟是个很孝顺的孩子 那时候单纯的我认为 孝顺的人一定不会是个坏人 初次见婆婆 她给我的印象就是典型的农村妇女 穿得很朴素 一看就是那种面朝黄土 被朝天的庄嫁人 她拎着大包小包来我家 带的都是乡下的一些土特产 我们这边结婚是要彩礼钱的 但是少伟家的情况我也和父母说了 我父母体谅少伟他妈一个人养大少伟不容易 彩礼也就讨个喜庆 五万二 走个过场 然后 我家在添点钱 给我们置办了一辆新车 五万二的彩礼钱 在我们这里不算多 我爸妈想着少伟毕竟也工作那么些年了 就算家里再困难 总不至于连五万二都拿不出 婆婆一口就答应了 然后和我父母挑了个好日子 让我和少伟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我们这边的彩礼钱 是新郎来接亲那天 由新郎带来的 但是我和少伟结婚那天 除了伴郎 少伟什么都没带 我家亲戚窃窃私语 我爸妈脸上挂不住 我爸把少伟叫进房里 问他什么意思 少伟满脸为难 爸 妈 是这样的 我妈说这些钱 反正最后也是给我和家你俩人用的 就免去这个过场了 拿来拿去也怪麻烦的 我爸气得脸都绿了 这是我家的颜面问题 我女儿是个黄花大闺女 头一回嫁人 你们家这么苛待她 我们家亲戚怎么看 要不这婚 你们也甭结了 别啊 爸 这酒席都定下去了 您先消消气 要不然 我先给您打个借条 彩礼钱打借条 属实荒唐 我爸倒不是在乎这点钱 只是面子上过不去 其实这钱就算他不给 我爸也不会真不让我们结婚 只是这事 不能就这样惯着他 于是乎 少伟给我爸打了张借条 整场婚礼 我爸妈都黑着脸 为什么呢 因为酒席的菜谱 是两家父母商议好的 对我们家而言 这毕竟是一辈子一次的事情 也希望办得体面大方 我婆婆自己偷偷去酒店改了菜谱 原本一桌1500的水准 硬是改成了一桌800的水准 硬菜没几个 亲戚们私下里都撇嘴 说我们家寒酸 结个婚整的跟农家乐一样 本来之前说好的 婚宴的钱两家平摊 各家的分子钱各家收 但是到最后 两家的分子钱都被我那精明的婆婆给收走了 她说这钱留着给我和少伟换辆新车 其实那时候我们的矛盾已经露出苗头了 如果当时能快刀斩乱马 我后来也不至于那么痛苦 少伟一直哄我 老婆 我妈那个人没见过世面 你别和他一般见识 钱财乃是身外之物 只要我们过得幸福就好了 以后我的工资都给你保管 家里的一切都有你做主 你说一我绝对不说二 你让我往东我绝对不往西 在少伟甜言蜜语的作用下 我没有和他置气 也极力游说自己的父母 当时的我天真的认为 毕竟我是和少伟一起生活 只要他对我好就好了 结婚两个月后 少伟说想换辆车 他那辆捷达开了好多年了 我说咱俩结婚收的彩礼钱 扣除婚宴费用和一些开销 应该还有好几万 付个首付 然后每个月按揭 可以买辆新车 少伟就不乐意了 他说咱俩住的房子 还在还按揭 如果再贷款买个车 那每个月的经济负担就太重了 言下之意就是 他想全款买个车 但他手上的钱不够 结婚前我每个月的收入 基本都给了父母 自己也没存下什么钱 少伟让我找我爸妈赞助一点 之前结婚的事 我爸妈已经气得够呛了 这回要买车 还跟我爸妈要钱 我爸妈当然不同意 要么车子写嘉妮的名字 我们出钱 车子要是写你的名字 那你就得给我们打借条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我们没有赞助你们买车的义务 我爸还在气头上 提出了让少伟打借条的要求 那 那车子写我名 我给您打借条 少伟仗红了脸 他大概觉得这钱 其实我爸也不会找他要 所以很爽快的 就写了借条给我爸 我爸给我们转了十万块 少伟欢天喜地提了车 至此 少伟给我爸打的借条 已经累计到了十五万二 我和少伟也有过一段开心的日子 我每天下班 少伟都做好了饭菜 等我回家 有时候我加班 少伟会送爱心便当到我公司 少伟在机关单位上班 基本上就是朝九晚五 所以家里的家务 差不多都是他在做 有时候看着少伟在家拖地洗衣服 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 我还沾沾自洗地认为 少伟把我宠成了一个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女人 第一次拆穿少伟的谎言 是我们结婚半年后 那天我调休 少伟上班 我整理东西的时候 发现在柜子最底层的抽屉里 有一份劳务派遣合同 还有一张租赁合同 两份合同放在一起 装在一个纸盒里 平时我很少翻家里的抽屉 这一番就翻出了一个炸弹 少伟根本就没有编制 他在单位就是一个合同工 更可笑的是 我们住的房子 也不是他买的 而是他租的 我当时就没沉住气 给少伟打了电话 少伟第一时间赶回了家 我俩坐在沙发上对质 我冷眼看他 说吧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骗我 你最好现在一次性说清楚 似压抑的婚姻生活 少伟低着头 坚决地说 没有 除了这两件事 我没什么事骗你了 老婆 我如果一早就告诉你 我只是个合同工 而且我没有房子 你会嫁给我吗 少伟抬头问我 会 因为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但是你现在这样算什么 你欺骗我 然后还要道德绑架我吗 说实话 我不是拜金的女人 我喜欢少伟 确实是因为他这个人 他能打动我 本身就不是因为工作和房子 少伟像做错了事的孩子 低着头 抠着自己的指甲盖 对不起 是我太自卑了 现在这个社会 如果说没有房子 又没有一份好的工作 我想 应该没有哪个女孩子 愿意和我交往 是我把你想得太现实 老婆对不起 我不该欺骗你的 你能原谅我吗 少伟边说边走过来 我好怕你会因为这些离开我 我真的不想失去你啊 少伟把我搂得很紧 他的声音里带着哽咽 听起来可怜兮兮的 我心一软 又原谅了他 几个月后 临近过年 少伟说要接我婆婆来城里过年 这种要求我怎么能不同意呢 说是来过年 其实就没打算走 过完年 婆婆直接就在家里住下了 少伟亲自回乡下把婆婆的行李都搬了过来 之前我早就和少伟达成共识 婚后不和父母同住 少伟自己也同意了的 但此时他又变了挂 我妈年纪大了 身体又不好 我实在是不放心让她一个人在乡下住 我最近也忙 我把我妈接过来 她可以帮着干点家务活 一举多得 少伟软磨硬泡 况且婆婆已经搬来了 我总不可能赶她走吧 婆婆充分展示出了农村妇女的勤劳能干 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我也就不再抵触和婆婆一起生活了 但渐渐的 矛盾就藏不住了 有时候我会让少伟给我洗个水果吃 婆婆就不乐意了 她黑着脸问我 你自己没长手吗 怎么什么都要我儿子做 婆婆没来之前 我和少伟一直都是这样过的 有时候我给她洗 有时候她给我洗 而并不是像婆婆嘴里说的那样 我什么事都让少伟做 有时候我只是太累了 回到家就不想动 只想窝在沙发里发活呆 可这些 让我成了婆婆口中的懒女人 婆婆靠在门口 指桑骂怀地说我懒 说我矫情 一个女人家 成天不做家务 还要她一个六十几岁的老人家来伺候我 说少伟工作多么多么的不容易 要不是她过来住 少伟每天回家 怕是连口热汤都喝不上 少伟起初还会站出来制止一下 让婆婆少说几句 到后来干脆就什么都不说了 靠在沙发上刷手机 有一次我加班到九点多 饭也没吃 我原以为婆婆已经睡了 没想到她居然在客厅里等着我回家 还知道回来啊 你也不看看几点了 一个结了婚的女人 成天在外面混得这么晚 你想干什么 婆婆一只手插着腰 看架时是来吵架的 我做了个深呼吸 强忍着心里的不悦 向她解释 妈 我不是在外面鬼混 我是在公司加班 我换上拖鞋 准备去浴室洗澡 婆婆不依不饶地跟在我身后喋喋不休 大概的意思就是 女人就应该在家做做家务 她是过来享清福的 不是来给我们做保姆的 面对婆婆的无理取闹 我的情绪就在那一刻爆发了 五连婚戒都是假的 你能不能别说了 我已经很累了 就想洗个澡早点睡 我在家干家务 你的意思就是让少尾养活我呗 她一个月赚的钱 够养活一大家子人吗 我的话刺中了少尾的敏感神经 原本躺在床上玩手机的她 蹭得一声坐了起来 指着我的鼻子就破口大骂 周嘉妮 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跟我妈说话的 给你脸了是吧 看着眼前的少尾 那一刹那 我觉得她很陌生 我的心掉进了冰窟窿 冷得彻骨 到后来 我才终于明白 少尾不是孝顺 她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妈宝男 有了那一次的事之后 我就对少尾和那个家心灰意冷了 但我不想让我爸妈担心我 我抱着眼不见为净的想法 主动在公司加班 但我总归是要回家的 少尾见我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主动和我求和 说辞还是那一套 让我不要和婆婆一般见识 我妈农村妇女 思想比较传统 看在我妈把我养大不容易的分上 你不要和她计较 明明是来道歉的 反而说成了是我计较 我心里觉得好笑 问她 你妈养你不容易 我爸妈把我养那么大就容易了 虽说我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 那我也是我爸妈捧在手心里 二十多年的明珠 我凭什么要到她家里受这个气 周加妮 你没完没了了是吧 我妈都多大岁数了 你非要跟她争个高低 你有意思吗你 看我态度不放软 少伟把脸一沉 我看她不是来求和的 分明是来吵架的 行 我也懒得和你争 你和你妈过 我搬出去 行了吧 我自顾自地收拾了几件衣服 少伟拦我 被我推散开来 我没有回娘家 那会儿 我还不想让我爸妈 知道我和少伟闹得这么不愉快 所以我就去闺蜜家里住了几天 就是在闺蜜家住的那几天 我又拆穿了少伟的另一个谎言 我闺蜜是在银楼上班的 她看我手上的戒指 颜色变得有些暗淡了 就提出帮我拿到她店里洗一下 我没多想 就把戒指摘下来给她了 结果第二天 我闺蜜打电话告诉我 我的婚戒是假的 不仅钻石是假的 连薄金的部分也是同度银的 这一下我彻底炸了 工作是假的 房子是假的 连婚戒都是假的 少伟对我还有什么是真的 闺蜜劝我 赶紧离了吧 什么垃圾男人 这种男人不要也罢 你要是揣着个垃圾当宝贝 你自己就成剪破烂的了 我回家和少伟大吵了一架 在我看来她是理亏的 我原本以为她会无地自容 没想到少伟的声音比我还大 周佳妮 你就那么物质吗 不是真的钻石怎么了 水钻不是钻吗 谁规定结婚一定要用真钻石了 我看着这个男人 觉得厚颜无耻四个字 已经不能用来形容他了 我第一次开口提出了离婚 咱们离了吧 换谁都接受不了 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 少伟听见我说要离婚 态度一下子软了下来 别 佳妮 我错了还不行吗 这时 这时是我不好 我那时候不是手头不宽裕吗 我给你买个真的钻戒 你别生气 见我不说话 少伟拉着我去了珠宝店 给我买了个新的戒指 当作补偿 可我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六婆婆的生子偏方 我觉得我有必要和少伟好好谈一谈 我们两人似乎正在往婚姻的绝路上走 我对她说 少伟 你没发现咱俩吵架的频率越来越高了吗 少伟沉思了一会儿 对我说 我觉得咱俩就是心太燥了 如果咱们有个孩子 就不会那么冲动总吵架了 我妈要是有个孩子带 也不会整天闲来无事和你斗嘴 加妮 咱们要个孩子吧 那时候我觉得我和少伟还没走到非要离婚不可的地步 我对她还是抱着希望的 天真的我信了她说的我们只是因为没有孩子 心太燥了这句话 我答应少伟跟她要个孩子 少伟很高兴 她还当着我的面叮嘱我婆婆 妈 我和加妮决定要个孩子了 你以后多担待着点 别老挑加妮的毛病 婆婆嘴上没说什么 但从那以后 态度上真的改变了很多 不再那么咄咄逼人了 我以为婆婆真的转性了 我和少伟结婚快一年了 肚子也没个动静 我去医院做了检查 医生说一切都好 可能是精神上太紧张了 让我放松心情 婆婆却嘀咕起来 佣医 肯定是碰上了佣医 什么都好 为啥下不出蛋来呢 对于婆婆的话 我是很反感的 她始终认为我是有病的 就算我把所有的检查报告 都摆在婆婆面前也没用 在她眼里 那就是废纸 她甚至怀疑医院的机器坏掉了 婆婆开始到处搜罗生子的偏方 然后上药房抓药煮给我喝 我看着那碗来历不明的黑乎乎的中药 皱起了眉头 妈 你要放哪来的 这药可是好东西 我们村里老刘的媳妇的弟弟的同学的表妹 就是吃了这副药怀上的 我煎了好几个钟头呢 你赶紧喝了 婆婆把药递给我 催促我赶紧喝了 少伟在一旁附和道 是啊 你快喝了吧 妈也是为了你好 调理好身子 咱们早点要个孩子 没办法 在少伟和婆婆两个人的监督下 我只好硬着头皮喝了那碗中药 当晚我就进了医院 急性肠胃炎 上土下泄 医生检查了药渣 说就是中药引发的 婆婆指着医生的鼻子破口大骂 你会不会看病 怎么会是中药的问题呢 中药是治病的 怎么可能会吃出问题 我看啊 就是加妮平时吃东西不注意 肯定是在外面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 医生无奈地摇摇头 你知不知道 是要三分毒 中药不但可以治病救人 还可以用来害人性命 婆婆一听 几乎要跳起来 你说什么 我怎么会害我自己的儿媳妇 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 要不是少伟拉着 婆婆和医生就要动起手来 让婆婆这么一闹 整个医院都知道了 肠胃科有个女患者 因为喝了婆婆给煮的中药 得了急性肠胃炎 女患者飙悍的婆婆 还差点和医生打起来 出了院后 我是再也不肯吃婆婆那些来路不明的中药了 婆婆就化名为案 偷偷往我平时的汤里菜里下药 一锅鸡汤 汤锅里飘着中药 婆婆说那是炖汤用的香料 在被婆婆偷偷喂了快一年的中药后 我牙龈出血 满脸痘痘 肠胃越来越差 经常半夜疼醒 我去医院看中医 医生问我吃了什么 我就将平时的饮食报给了医生 谈到婆婆炖的汤 总是有一种红色的 像虫草花一样的药材时 医生紧锁眉头 从网上搜了图片 问我是不是这个 我点头我每天的汤里菜里都有这个 医生叹了口气 难怪你牙龈出血 满脸痘痘 喝一整年的红花 谁也扛不住啊 七差穿丈夫三婚谎言后 我意外怀孕 医生的话让我着实震惊 红花 公斗剧里那些妃子想要害人 就给怀孕的人喝下红花 难道我一直没怀上孩子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 红花这种药 是活血化瘀的 有月经量少的患者 医生可能会给开点红花 但是长期服用红花 会引起肝火旺 脾胃虚弱的人 也不适合用红花 否则病情会越来越严重 医生给我解释道 我说我的肠胃炎 为什么一直不好 原来都是因为 婆婆在我的食物里 加了红花 后来婆婆给我熬的汤 我一口都不喝了 我不想和她有正面冲突 只说喝了她的汤 肚子不舒服 我在正规医院 看中医调理了几个月 婆婆知道我去医院看中医 一直追问我医生怎么说 我知道她不是关心我 而是关心我 什么时候能怀上孩子 医生说我的身体 没有任何问题 我一直不怀孕 是因为你在我的食物里 加了红花 妈 你知不知道 这是药 不能乱吃的 我已经尽量说得心平气和了 你看得什么中医 你要是没病 为什么怀不上孩子 婆婆的话 让我极力克制的愤怒 再也压制不住了 我的怒气值已经蓄满 为什么总怀疑是我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让少伟去检查检查 说不定是她的毛病呢 我几乎是吼着说出这句话 不可能 我儿子都生了两个孩子了 虽然都是丫头骗子 但都是小伟的种 婆婆说得理直气壮 我如遭雷劈 一时间没回过神来 少伟 有两个孩子 等婆婆反应过来自己失言 却已经远不过去这个谎了 我气得几乎要吐血 给少伟打电话 让她赶紧给我回来 少伟知道这事 再也瞒我不住 干脆就和我摊牌了 是 我是离过两次婚 还有两个孩子 那又怎么样呢 这和我们之间的事情 有什么关系吗 婆婆一直没吭声 在一旁察言观色 看少伟这次那么硬气 婆婆的腰杆也挺得笔直 对对对 你别在这里小题大做 你要是不想过 就赶紧去离婚 我前面两个儿媳妇 好歹还生了两个丫头 你连个种都怀不上 听了婆婆的话 我冷笑道 呵 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 行 咱们明天就去办离婚 这日子 我也受够了 我收拾自己的东西要回娘家 少伟要拉我 却被婆婆拦住 别拦她 让她走 两条腿的青蛙不好找 两条腿的女人不遍地都是吗 看着眼前的这对母子 我觉得简直可笑至极 我回了娘家住 因为之前和少伟闹矛盾 我都很少在父母面前提及 所以 爸妈并不知道我和少伟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以为是夫妻之间闹了点小别扭 爸 妈 我也不瞒你们 我和少伟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我已经决定和她离婚 希望你们支持我 我爸和我妈四目相望 眼神交流了一会儿 最后还是我爸来劝我 婚姻不是儿戏 你要考虑清楚 我和少伟结婚时发生的那些幺蛾子的事 我爸虽然不高兴 但是如果我离婚 我爸肯定更不高兴 我考虑清楚了 我 话还没说完 我一阵反酸 几乎要吐出来 我捂着嘴跑进厕所 哇哇吐 我妈看我脸色不好 坚持要陪我去医院看看 不看不要紧 这一看 我就懵了 我居然怀孕了 早不怀孕 晚不怀孕 偏偏在我下定决心要离婚的时候 我怀孕了 我的心情瞬间跌入谷底 我感觉自己被命运扼住了喉咙 按在地上反复摩擦 医生建议我留下孩子 毕竟 我三十岁了 打胎对身体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况且这还是一条小生命 我犹豫不决 举棋不定 爸回到邵家后 我不再委屈求全 怀孕的事 我没告诉邵伟 因为我还不确定 要不要留下这个孩子 是我爸打电话给邵伟 通知他的 然后 就有了一开始 邵伟跪在我面前 求我原谅的那一幕 邵伟甚至狠狠抽了自己几个耳光 活像个孙子 可我知道 他这么低声下气的 不是因为我 而是因为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 我的婆婆亲自上门 又是认错 又是赔礼的 一把年纪哭得像个孩子 就插在地上打滚了 最后 我又和邵伟回家了 闺蜜得知我的事情之后 在微信上骂我犯贱 渣男都是你这种女人惯出来的 明知道是个火坑 你还往里跳 这种人 你要是跟他生了孩子 一辈子都牵扯不清 这个道理我何尝不知 但是 我就是贱啊 把我哄回家之后 邵伟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对我关怀备质 每天一下班就立刻回家 我走哪里 他都跟着 和我说话的语气 也变得轻柔起来 婆婆每天换着花样的给我进补 整天盯着我的肚子 求老天爷保佑这一胎 千万得是个男孩 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 我实在厌恶 我不知道 她为什么整天想要个孙子 难道他们少家是有皇位要继承吗 我尽量让自己保持心情愉悦 怀孕五个月的时候 我报名参加了孕妇于加班 学费一万八 都是我自己出的 安分了一段时间的婆婆 又开始按捺不住了 报个什么破班就要一万多 败家娘呢 带着个肚子瞎折腾什么 我也不再惯着她 直接拿话 她 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 没有花少尾一毛 我一个月赚七千 少尾一个月赚四千 我俩结婚到现在 我连她的工资卡都没摸过 我败谁的家了 婆婆被我 得哑口无言 张着嘴向少尾求救 少尾忙出来打圆场 妈 练于加对孩子 也有很多好处的 你也想要个白白胖胖 健健康康的孙子 不是吗 听见少尾这么说 婆婆才闭上了嘴巴 我的肚子比一般孕妇 要大许多 之前的衣服早就不能穿了 我妈知道我怕冷 给我买了一件 很宽松的羽绒服 大牌子 价格不菲 我看天气不太冷 就没拿出来穿 等到降温的时候 我去翻柜子 发现我妈给我买的羽绒服 竟不翼而飞了 在我的追问之下 婆婆才支支吾吾地说 前几天你不在 微微上咱们家玩 看见那件羽绒服很漂亮 我就随手送给她了 微微是少尾的表妹 我婆婆的外甥女 我婆婆对我刻薄 可对微微这个外甥女却很好 微微在县城的一家服装店上班 偶尔会来家里坐坐 每次微微都是空着手来 走的时候 却是大包小包地走 婆婆恨不得把家里 好吃的好喝的 都让微微带走 妈 你怎么能不经过我的同意 就把我的衣服送人呢 那件衣服 是我妈给我买的 我一次都没穿过 我打从心底里不高兴 这种事情 其实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之前我买的化妆品 护肤品 我婆婆也是这样 不经过我的同意 就送给微微了 只是考虑到她是长辈 我才没有和她计较 不就是件衣服吗 你喊什么 再买一件不就好了 你说 要多少钱 我给你 这时候 婆婆却装起了大方 那件衣服得三千多 名牌 我说了价格 婆婆立马变了脸色 什么衣服要三千多 你欺负我老婆子没文化 想讹我是不是 婆婆当场翻脸 耍起泼来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我欺负她了 妈 做人要讲道理 是你说要给我的 这跟你有没有文化 没有一毛钱关系 你之前把我的护肤品 什么的送给微微 我也没吭声 但我不说 不代表我不在乎 我知道 如果从婆婆第一次 不问字曲开始 我就采取强硬的态度 也许就不会发展到 今天这一步了 酒 心灰意冷 又喝 你还翻起旧账来了是吧 好啊你啊 现在仗着自己怀孕了 敢和我这样说话了是吧 我的天啊 我们少家是造了什么孽啊 怎么娶了个这样的儿媳妇啊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 婆婆却生怕别人听不见似的 故意打开门 哭哭啼啼 引得好事的邻居 以为我欺负她 对我指指点点 婆婆则在一旁眼嘴偷笑 我急火攻心动了胎气 感觉自己的裤子湿了 低头一看 不好 羊水破了 这下婆婆慌了神 连忙窗我在沙发上靠着 然后给少尾打了电话 少尾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邻居打了120 几个人手忙脚乱地 把我抬上了救护车 进产房的时候 我还清醒 拜托医生 如果一会儿 我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请您务必要保大人 还有 我爸爸妈妈的电话是 135-000-000-000 麻烦您给我爸妈打个电话 通知他们 我在医院要生了 让他们来一趟 事实证明 我是对的 因为我难产了 医生建议我剖妇产 但是因为剖妇产要多付5000块的手术费 婆婆坚持要让我自己生 当时我已经疼得快要休克 哭着喊着 让少尾赶紧把字签了 少尾拿着笔 看看手术同意书 又看看婆婆 迟迟不肯签字 最后医生看我实在挺不住了 往我家里打了个电话 我爸妈匆匆忙忙地赶到 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 我生了 生了个男孩 足足有七斤重 这一下婆婆可乐坏了 少家有人传宗接待了 我生孩子 在鬼门关走了一趟 已经彻底看清了少尾和婆婆的嘴脸 在我婆婆心里 我和孩子还没有5000块钱重要 在少尾心里 我和孩子没有他妈重要 我心里已经有了决定 我必须要离婚 好笑的是 我生孩子的当天 少尾和他妈看了眼 孩子就不见了 少尾给我爸打了电话 说我那婆婆太激动 一不小心闪了腰 需要卧床休息 我爸妈心里清楚 这是看我是剖妇产 需要人照顾 所以干脆假装生病 这样就有借口不用来医院了 我生完孩子的第二天 少尾来了 带了点补品和几套换洗的衣服给我 在我病床前 他屁股都没做热 就说要回家照顾他妈了 让我自己小心点 我明白了 我就是一个工具人 生完孩子了 我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来看我也是 踏落人口时 我不动声色地和他周旋着 凡是等我出了月子 我再和他把这事好好解决掉 我月子是在娘家做的 婆婆惦记着孩子 没事就往我家跑 真是一点看不出闪了腰 每次过来 就是纯粹地看孩子 看我妈帮我换洗衣物 她就处在一旁 当作没看见 孩子是我生的 罪是我受的 但是我妈带的 我婆婆就是负责逗孩子玩的 连个尿片都没给孩子换过 一出月子 我第一件事 就是正式向少伟提出了离婚 少伟还以为 我跟他置气 别闹了 咱孩子都有了 离什么婚 我冷眼看他 离不离婚 跟有没有孩子没有关系 你最好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要不然 我们就只能法庭见了 我在离婚协议上 写得很清楚 孩子归我 少伟每个月支付 给我孩子的抚养费 少伟当然不同意 就算他同意 我那婆婆也不会同意 这可是他心心念念 才判来的孙子啊 时把丈夫告上法庭 于是乎 我和少伟闹上了法庭 我向法官陈述 少伟离过两次婚 在外面还有两个孩子需要抚养 少伟没有什么资产 月收入也不乐观 再加上我还在哺乳期 孩子离不开我 最后 法官当然是把孩子判给了我 婆婆不服判决结果 在法庭上大吵大闹 结果被拘留了15天 少伟咬着牙对我说 周嘉妮 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我妈都多大岁数了 还要抓她去坐牢 我看着眼前的这个大孝子 有些忍俊不禁 让她拘留的不是我 是法官 有本事你跟法官讲理去 刚好你去拘留所陪你妈 你 少伟被我 的说不出话 灰溜溜地走了 闺蜜和我通话 说我这么做 简直是大快人心 就是便宜了少伟 白让她得了个儿子 挂断电话 我沉思了很久 我自我反省 在这段感情里 我完全是被猪油蒙了心 如果我能在第一次拆穿 少伟谎言的时候 就选择抽身而退 就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不怪别人 我怪我自己 是我自己亲手 蒙蔽了自己的双眼 是我自己天真的认为 少伟会改 是我自己明知道前面是悬崖 还一步一步跟着少伟往前走 和少伟结婚两年 她和婆婆一直把我当作外人 甚至是敌人 我要让少伟和我的恶婆婆 知道什么叫痛苦 一直诉状 我又把少伟告上了法庭 告她什么呢 之前彩礼前 她不是给我爸打了借条吗 然后买车又给我爸打了借条 一共十五万二 我就起诉她 让她还钱 白纸黑字 还按了手印 证据确凿 法院判得很快 直接判少伟立刻还钱 此时 婆婆已经从居留所出来了 有了上次的教训 这次她学乖了 不敢在法庭上闹了 从法院出来 婆婆就拉着少伟 用手指着我骂 骂我蛇蝎心肠 骂我白眼狼 我也不和她吵 我只是冷冷地看着她 像看个笑话一样 我告诉少伟 记得还钱 一分也不许少 还有孩子的抚养费 如果你不给 我还告你 说完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留下那个垂胸顿足的恶婆婆 和张口结舌的少伟 我把孩子交给父母帮着照料 自己回单位上班了 少伟的妈妈找到我单位里来 又吵又闹 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 说着一些子虚乌有的事 我的同事都是和我共事了好多年的 我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很清楚 少伟她妈把我们公司的打印机和电脑都给砸了 有同事叫了保安 我直接打电话报了警 这么一闹 公司的损失她来陪 然后又是行政拘留15日 少伟交头烂额 一边要想办法凑钱还给我们家 一边还要去拘留所看她妈 两个月以后 少伟给我打电话 哭哭啼啼约我见一面 他说他还爱我 求我和他复婚 我直接拒绝了 我在电话里对他说 我好不容易才从火坑里爬出来 怎么可能跳回去 少伟在电话里哭到哽咽 周嘉妮 夫妻一场 难道你真的要看着我去死吗 那你就去死啊 你这种人不死也没什么用了 少伟沉默 我笑他 你可真是个怂抱 你才不会死呢 你这么爱你自己 怎么会去死呢 挂断电话 一阵莫名的心烦 11 拥抱新生活 孩子的抚养费和法院判决 少伟该还我们家的钱 少伟一分都没有给过 半年以后 我再次把他告上了法庭 法院直接查封了他的资产 其实他也没什么资产 名下只有一辆车 银行卡里的余额少得可怜 法院把少伟的车拉走拍卖了 法院通知我去拿钱的那一天 少伟也在 曾经看上去干净爽朗的他 如今变得胡子拉叉 听说他妈病倒了 而他被单位开除了 我没有和他说一个字 我猜他此刻恨透了我 当然 这已经不重要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想见见少伟的前妻 多方打听 我才知道 少伟的前妻姓何 叫何珍 在县城开了一家童装店 我到他店里找他的时候 店里比较闲 何珍抱着女儿 坐在柜台里看动画片 是何珍掀开的口 你是少伟的老婆吧 是前妻 我们离婚了 我笑道 我诧异他怎么认识我 在后来的谈话中 我才知道 少伟那时候刚和他离婚 就找人给自己说没了 何珍见过我 那时候 我刚和少伟谈恋爱 何珍比我惨多了 少伟炒股票 亏了十几万 都是何珍从娘家借来 帮他填坑的 即便这样 少伟还是因为他生了个女儿 要和他离婚 谈到我和少伟离婚的事 何珍安慰道 这种人 离开他你的人生 有一百种可能 和他在一起 你的人生就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痛苦 我和何珍一见如故 两人成了朋友 何珍是个很好的女人 她把少伟的孩子照顾得很好 少伟已经大半年 没给过何珍抚养费了 在我的建议下 何珍一直诉状 也把少伟告上了法庭 少伟成了失信人员 被列入了黑名单 一年以后我恋爱了 自由恋爱和公司新来的同事 他小我两岁 是个阳光温暖的大男孩 他知道我离过婚 还带着个儿子 我把我的遭遇讲给他听 他说 你早就该离开他的 男友把自己的身家底细 一一说给我听 房产证 车绿本 工资卡 银行存折 统统交给了我 他说怕我没有安全感 所以也不对我藏着掖着 我爸妈认为 我找了个好归宿 催着我早点结婚 和男友去民政局领证的那一天 少伟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带着他妈上 我家来闹 你不能结婚 你这样有考虑过孩子吗 你要嫁人可以 你把孩子还给我 少伟拦在我家门口 他妈赖在地上哭天枪地 我妈也不客气 抡起扫把就要赶她 家妮就是为了孩子 才要和你这个人渣离婚 孩子现在姓周 跟你没关系 将来也可能姓冯 少伟他妈见我妈态度强硬 也不假哭了 爬起来挺起身子 对我男友说 我告诉你 这个孩子是我儿子的 是我们老少家的 你就是替别人摆养孩子 我男友厌恶地看了他一眼 那也得孩子认你们这种亲戚啊 整天这么闹你们 也不嫌丢人 少伟冲上来 就要打我男友 我爸爸一通电话 少伟和他妈又被拘了 后来少伟和他妈 就再也没上门来闹过 听说他妈张罗着 还要给他再找一个 无奈少伟现在的名声实在太臭 一个男人离了三次婚 又没有稳定的工作 还是失信人员 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他 人的确要多经历一些事情 才能变得成熟 婚姻不是一味地忍让 而是彼此坦诚和互相谦让 而我 我坚信 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 我早就走出了上一段 失败婚姻的阴影 拥抱了新生活 我有可爱的儿子 还有疼我爱我的丈夫 티里尔红老呢 众里尔红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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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 Fall 众里尔红老呢 众里尔红老кив